不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一个标案 那其实他们也是最后 从多组的人选当中去进行挑选 其实所以并不是只有我一个 或是说都是我去主动投标的 撇清出任基隆政策推广大使 是量身定做标案 才刚宣够付出的前民众党发言人 杨宝珍亲上火线还原过程 之前是这个邱沛林副市长 他这边有来联系我 然后他有跟我讲到说 他们想要找一位就是女性 然后可以去帮政策做这个推广 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跟市长这边 然后跟副市长这边 然后我们也有去进行了一个讨论 合作前就已先联系过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翻出采购合约 指该案采限制性招标 年薪132万换算下来 每个月也有11万 不过投标和得标的都只有一个人 被质疑是先射箭再画吧 这个案子实在是让人家匪夷所思 完全找不到这一个案子的招标公告 可是他却能够绝标 其实我也并不是领月星 就是其实包含我自己 当然也会有这个团队 虽然我是用自然人的身份 但是其实也是会有团队 包含可能这样拍摄或剪辑 当然也不是全部都我自己肯做 基隆市府也发声明 指该计划 劳务采购对象并非杨宝珍个人 而是要求宝珍及其团队 提供约定的工作项目 强调杨宝珍本身具有网红特性 对政策宣导效果显著 我每个月都要参加一定场次数量以上的 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广活动 然后包含还要分期去提供我的一些成果的报告书 然后让府内的相关单位可以去进行审核 最后才会去核发费用 基隆市府和杨宝珍频频灭火 标案和价格是合理还是刻意打造 蓝绿各自解读 进行我黄宣波艳婷采访报导